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好呢 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時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問題 還等什麼?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早晨各位YouTube的新舊族友、網友、大家好 精神 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 星期日又跑十場的賽事 星期六 今個星期大家都會辛苦 但是千萬不要給馬匯這些 因為他要養草 方便他怎樣可以令到草地情況好 去跑這些大賽 而令到大家的節奏改變 和影響了你去想馬仔 既然這麼急速 時間不夠 好 玩笑幾場 是吧 今天的內容都是有點養分的 特別每次賽後包交 如果大家都是同一個格局 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個水平的人 你會在每一場裡面 應該會接收到我想給大家的一些 跟進馬的資訊 其實有好幾場 特別好像昨天爆的這些獵徑追飛 都在我之前的賽後包交 都有跟大家跟進過的 我們當然有贏了 也不是那些叫馬後炮 因為在每次賽後包交 就是容許小弟我們 都會給大家 去好像一個展覽那樣 或者一個show case 給大家看 我們在網上賽馬資訊服務 這裡 就是我這個沈國成賽馬汽車工作室 那個內容和服務範圍 是用什麼形式提供給大家 是用什麼形式給大家去接收 還有在即場提供的範圍 也是怎樣可以令大家 是更加是緊貼每一場賽事的步伐的 那未入進主題 就麻煩大家做這個 持能線的工作了 建設性留言 點讚 分享 那當然 你也可以訂閱我這個YouTube的頻道 不要錯過我每一條片 那如果你覺得 咦還有最後幾個月 唉不要錯過了 too good to be truth 那進來 93241440 大家一起 和一些格局很高 和也都很厲害的高手 一起玩賽馬 因為現在很難單打獨鬥 好了 那昨天頭兩場都是五班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試過 是頭兩場的五班 是順利開出而滿 那我也都看到 就是昨天那個環境 我也都要突破自己的盲點 不可以堅強為冷 而冷 去堅強攻擊這些五班的熱門馬 那頭兩場我都給了這兩隻熱門 也都無謂攻擊 那只可惜呢 就是給一隻軒軟君子 你一不就 周俊羅不推就不要推 那一部 那都是十二倍的 鑽石寶寶 吃一條正Q 是吧 那吃一條正Q 我相信都有 接近二百元 就是兩倍成十二倍 就是百多百鐘 都幾好的嘛 那跟大家拿些萬半 那你的事實 也都在那個慢鏡 你是看到 周俊羅呢 是真的 停一停 嘩 原來還沒到 那你算幸運了 只是譴責 如果你這場 影相輸了 隨時十天 那你這次影相平頭 為什麼又不像何宅如伐十天呢 影相差第一和第二 都是有影響投注人士的利益的 蒲俠超德就有多餘了 那些這樣的解釋 哎呀 那個路程不對發揮 跑過了 是吧 一千以前是最對的 一千二你又嚴長 這些馬 上水雙魚河 有個馬鬥 都已經刻了他的名字了 第一場就是一千來的 那五番馬 那有你喜歡的鵝多福 我都記得 這幾季一起做 都很多時候會選這一隻 這隻鵝多福 其實很多個建築 新回來香港的考牌馬來的 不論毛顯東 不論黃浩南 不論中逸黎 都是這個路程 減了磅之後 大約是這麼長的 一百二十幾磅 如果黃浩南 稍微有個好檔位 他應該 就算不用怎麼操 那些馬是一路跑著 一路跑著 就是 那些短筒的馬 不用特別操 他總之一路正常操練 跑正常操練跑 就OK的了 還有他不是年紀大 他只有六歲 如果黃浩南 如果黃浩南 真的 連這隻馬 都在這個路程 隔得這麼巧 也都不強 這個組 他都贏不了 他真的 去撿馬屎 我真的覺得 他應該撿馬屎 那麽多福 是最 無論是獨贏 或者懷孕也好 他都是最熱的 那接著鑽石寶寶 現在十三倍 一對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他實當 他都跑得近的 那你這裏真的沒有什麽馬屎 喜盡之聲 我覺得一千是反而短的 好了第二場 北海道 就是潘 報民 這些就是厲害了 接手 雖然都是 潘明輝跑近 那別人當然了 賀賢 都是信這個 報民 那樂斑 其實第二場 首都拿來 但是並不容易 因為呢 如果他這次冷醒 或者馬超 在轉彎拿出外面 這馬輸了 幸好他依然是做回報民 一向呢 他真的贏一下那個 涉馬林的方式 涉一下涉一下 最後幾下推騎上去 就做得很好 那我亦都覺得 烈狐張者 這個是一個很 erasing incident 不是 accident 大家直路取毀 他說我見到 在前面那裏 那就是有位 在那個人 進天下旁邊 我爲什麽不上呢 那只不過 我上了 那李潘頓又剛剛 都想搶這個位 那你怎麽可以說 潘明輝是錯了呢 是吧 我覺得這個 就是缺乏知識的人 才會有這樣的判決 那這裏都有些馬要跟進 但是這隻馬實在 不能和大家分享 那只不過呢 這場馬我們就 當然就中了這個三重彩 那就是沒有什麽值得 沒什麽值得 沒什麽值得 講 那但是很老實話 兩倍 八十九元連贏位 跟著一百三十七元那個二重彩 五百八十幾元三重彩 其實非常好分啊 非常好分 第二場 那你現在看見 我們也追了兩次 那你現在看見 在那裏下面 是真的很美 那也就是暫時 這課你看到 單邊腳出著右腳 沒有轉 那這課呢 轉了建設學員 一出的右腳呢 你覺得這隻馬頭也高了些 也都 有隻馬在後面 稍微追 就是他聽到腳步聲 他已經想搶了 你見不見了 那學員好聰明 立即托著他 無敵精英 那這一課呢 你看到那個助手呢 就放長條江城 硬著他呢 就頗有口的 一向你看到他很多次的神租 他都很精神啊 那隻馬 那頭又這樣 不是 他最後收慢 想收慢的時候 他痛的嘛 他就動了 贏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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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經近近近近近 一路只有近近 他的頭算不算 就是他沒有這麼低的 就是一直很直 這個都可以的 嗯 這個做了燈生操練了 那燈生直路網呢 那他的那個平衡好很多了 那碼頭呢 起碼不會好像 添化水了 這個因為他 他又開始收慢它呢 其實他的頭痛 他就 就是頭動了 相反方向 贏仲天下 這些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聶馬斯斯斯 他可能操眼一邊的時候太緊了 嗯 也時針操一下 他鬆回他的 背部的肌肉 嗯 好 那去到第三場呢 那我也是給了兩隻膽給大家 就是我們的谷友去選擇 那裁進當然 就是周俊樂跑五次 五次都前 前五名完成的 那當然啦 也都就是 兩邊 在周俊樂的手下 他特別是騎得馬 騎得好 這次有個好的檔位 那也都不是特別重磅 那你看著他 他知道馬怎麼跑 不用肯定抽著他 他終於不要逼到人 那就搞定了 那其實這場馬 有個騎士騎得相當好的 當然啦 就是這個 轉色號場的毛顯東 如果我覺得 啊 中逸禮這場 其實給毛顯東 走到前面 放先 你 其實拿著他來做一個遮擋跑呢 可能你反而不會抹上了口 跟著呢 就是等於 嗯 洩了氣回來就輸這麼遠了 啊 我覺得這場馬是 有少少在那個 之前的計劃那裡錯了 哈 那如果你看那張票呢 那我也有用聖萬金做膽 那這個當然因為 我配合那條題啦 我就說 搬上那些兄弟 啊 就幫這個 爆炸堂畢業 那搬上那些兄弟 就是 又有周俊樂 又有王志宏 又有班德麗啊 當然也都有 昨天兩邊的中逸禮啦 好了 那另外呢 就裁進啦 啊 中逸禮跑這隻馬是好的 啊不 sorry 周俊樂 那加上這次排著六檔 更加好跑一點 哈 那大財 那這隻 首先 王志宏贏過他啦 二來呢 這隻馬不只是會贏沙田的 他谷草整天都近的 現在是唯一選他 因為他有這個十磅 他繼續可以幫到這隻馬 走進去前四 贏不贏到 就真的要看一下 王志宏的功夫啦 因為這次排了九檔呢 就考功夫一些的 好了 另外花開月營 我們也跟了這麼多次啦 沒理由這次不會 就是會把他放下 是 第四場我們就真的中到認一認啦 哈 聶景追飛 由 其實由王志宏去跑這個 田草千八在後面 全程十四位 開始就馬開始追 我們從那次開始已經 跟到 上次就被潘頓撞到 差點跌下來 那我們不會錯過你的 這次十三倍 開飛九點八 一路回 那麼多謝啦 那麼這場呢 Win Q 全中 那麼你都見到我們 好多谷友 不論 二重彩也好 Win也好 過關也好 特別啊 因為我們昨天有好幾場馬 那些冷馬是過關 成功你看到幾萬元 其實他們只要 再來多一場 抓得緊些呢 個個可以收拾幾十萬的 但是都很厲害 擦肩而過哈 這些機會大把 只要你都進來我們 這個賽馬工作室呢 你都要有這個機會哈 九三二四 一四四零 好了 黃隱福星當然千八 唉潘頓 算了 在我們第二條段 打到大家再聽了哈 我覺得聶景追飛 這馬已經回來了 神操非常之靚 有了活力 有了精神 不像之前跑呢 死呀死呀那樣 上次因為被潘頓撞了 這馬根本沒有跑過的 沒有跑過你都很喜歡 很勤力去 他想盡量爭取這馬 都是有這麽錢 就有這麽錢 那你總不知 你看回 在上一次艾杜蘭跑這馬 二千二 最後追回來拿第六 是輸了兩個多馬 而最重要的就是 記住這馬呢 在上季千八 是兩邊的 三邊 三邊千八 三邊 另外那一邊跑一場 一邊有1,6 暴民跑去上季 這隻是 一部1,8 最準的馬 在這組 沒有一隻馬 對這一個比 比那隻更好 在第四場 最重要 就是他的神漢 翻回來 他的整個情緒 活力 翻回來 在神速上 根本有一場馬 王志宏跑那一场根本不是他的杯茶 田草今年那一场2000 如果我没记错 1800 那一场都是输五个马位 在外面追得很好 马路返回来了 其实上次2000已经是想拨老命 我都有介绍 只不过一撞就散了 这一场对了 他现在的赔率很快 这个好 第五场三班 保云阳赛 这一场马 反而真的轻到那么紧要 全程都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他 就着着回来 真的一过就过了 有点看不起他 但也要怪自己功课做得不够 其实原来 今年骑士邀请蔡潘顿跑那一马 是入个Q的 算了 实在也比自己那一只 还与风彩 就隐蔽了自己的眼睛 而还与风彩 当然也是被抓了 你看他跑什么 竞赛小组有文 他也有答 但是 最终回来 又再见回我们的老朋友 报文就说 这只马会在阵上面 获益良多 他赢过的 获益良多 好了 去到第六场了 第六场呢 也有一些很精辟的赛候报告 亦都是关于这个家应学财 怎会在直路 突如其来你拍着那只 加州得志的 就走到中间 哦 原来他们已经在沙圈的时候 哇 这些资讯 就和五鹏之间 很多买那个位赢是吗 很多买那个位赢是吗 要拉得这么出吗 那当然五鹏之间 是啊是啊 我确认啊 我们是这样说的 哎 移出外甸来追 哇 又第一次跑谷草 又说要拿新鲜感 原来移卖出外面 都是拿新鲜粉的 其中一个方式 不如你索性化 我们大家都买了一只衣服 那就唯有一只跑出外面 他跌出哪里 我们真的差点要跳马 知道长盛又是这样 又是原来呢 他就走出大外当 是连马斯一组确认的 拆骑指示 哼哼 这两只马大家记住 逢有古灵精怪的报告 就有古灵精怪的跑法 我们这场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彩前一天 我们特意都给了这只 加州得志的片段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是跟进的 同样我们也都有 这只光辉所缘做我们的马胆 因为上次我们中了他 那个冷门的 那只不过 唉非常可惜 这马在运往这个跑马地途中 发了脾气 弄伤了自己 这场马 如果这只马出 哇 我们这个画面 都不知道怎么计 光辉岁月 光辉所缘 一样是十几倍的 哇 你想想如果光辉所缘 赢 或者加州得志 和他两只叮当马头 回来 拍照 哪个人都 这条Q 我们肥到真的 蜜都穿不下 不过现在蜜都穿不下 那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退出了之后 我们都很多孤日 因为知道这只马 是跟进马 那很多孤日 亦都种回家应学材 因为你要补回家 那当然补回家 因为你的马 那么冷 拖多几只都不怕 所以你都见到 我们很多飞 是种回了 亦都事前 他们亦都买过关 亦都有聂炳追飞 亦都有这只 亦都有北海道 亦都有危多福 那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昨天的 就是马胆来的 这一场马 你现在说这只乡村蜜 你说它是好吗 它这只马 其实是轴身伤患 它上次追近 你也都不觉得它真的很厉害 是啊 它是十二档 你看潘洞在中档追 但是你说 喂 如果它再给一个好档 是不是也一定会追得好呢 它会近 但是 这只烟满绝对不满 那既然有一只不满的烟满 那么我们当然继续打一场冷淡 继续追我们上次中开一只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只马胆不敢买的 因为 爆冷你不赢嘛 嗯 再出你追就追保美 是 我们记住我们不是 我们的量 我们的心就会很舒服的了 好了 所以呢 另外再给大家看 就是这只 我也都在上一场 有介绍大家买的 加州得志 那我们看看它上次 在这个 三班的时候那场怎么跑 输四个马位 一百零一倍 我介绍给大家 那当天就是美利第一 全热了 十六元 好 那它不是最后那只 那进到这一只 那蔡明少呢 就对一下对一下 那蔡明少使马就是这样的 打了两边 那继续都没有下边 但是呢 你看到一路追着上去的 一路追着那只 就是零例的 那零例 那零例 等一下转过去 另一场 它都是二本来的 那它刚刚零例 后面 回来 输不到一个马位 而这些马 输给头马呢 exactly都是四个马位 嗯 那讲一百零一倍 第一次过来谷草 跑一千 那现在上来跑一千二 你感觉到 这只马 应该又是 好像刚才那只 赛万金那样 可能是一千二 比一千 嗯 那这只马 绝对有机会 可以再 再保持 一几倍 十二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抱歉 不是不是 十五 你看 由一百零一倍 已经跌下去 只剩下十几倍 那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我看到 当然大家都看到 那所以呢 我也会再拖完这只 好了 去到第七场 那当然了 潘顿 这只无限美丽 也都再是二本 那现在的人都聪明了 不敢去到这么热 那最终就是 就只手只腳 回来差点 就输了 第二 平头 平头事件 一而再 再而三发生 就是奇蹟 或者 闪电 在英米的 Nightning won't strike twice 那但是呢 竟然呢 昨天晚上 闪完这场 再闪尾 这场 其实哪有这个可能啊 两只动物 合上合下 可以同一个频率 合上来平头 不知所谓 那这场当然 我们就四重彩 一票 就搞定 那你也看到 我们的票 也是用家乐龙区做胆 当然用一只冷一点的做胆 那就中Q 中四重彩 中四连环 可惜 水瓜打狗 不见一半 好了 第八场呢 那我亦都 在YouTube 有朋友 我最后回答的这个 喂 银俊要不要 一定要 不用理他心律不正 输了 就会自然心律不正 他要拨一场 心律就非常的正 但是有个人 就心术不正 就是武林至尊的这个 大冊 潘顿 你看他的走位 你看他的裸位 都不是平时的 走出外面 左摄右摄 入马林 那当然 我们这个弱智小组 都有问一下他 他就说 是啊 我就有少少紧逼 又未能望空 很多的东西 就令到这只马很失望 那唯有呢 小组好了 那么失望 要试图合格 和通过受于检验 不如检验一下个人 是吧 路路爽的马 我想都 唉 越来越差 没有任何希望 那这场马呢 就 就大致是这样 去到第九场呢 那我就 有少少自己玩东西 我其实十一十二都喜欢 其实我一直的心 是十一做胆的 因为飞仗是我 由他开始爆胎 和天人合一 扣条Q 我已经中了 中到现在的 昨天去到最last minute 实在见到那些 性益善 也状态好 也都见到 咦 那这场马鱼 中逆离搞定 毕业的 但是 中逆离的发挥 就似乎想在 沈乘城马房赢 这马毕业 可能始终 都想在高东里 马房里面 将这些第七场马头马 即更加有意义的 第七场马 就完成了 昨天直到的处理 很难看 那我就变成了 用你做胆 就中了脚 那当然了 跑得很快 也都是 最终回来右平头 採取了不同策略的 川河首区 可能因为绑轻 其实这个发挥也都是 董明朗 真的一桌那么漂亮 那当然了 同一时间也都恭喜 方家伯呢 就 在王智宏 他的徒弟 夸夏呢 其实这只泰尔鱼 就完成他在香港 第一把牆头马了 那多谢他 那好了 那 昨天的赛后包交呢 就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 在内容里 都找到 一些养份 那也可以作为 对 之后赛事的参考 多谢你的收听 明晚 YouTube十点直播 我和Sabrina 和大家再见面 新一轮的马桂又来了 正是看YouTube的免费内容 哪里够好呢 立刻加入我们 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的 付费群组 Michael 在群组里面 会和大家 有一个赛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训组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沙圈动态 即时跟进 还会在群组里面 和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跟进码 在群组里面 Michael还会和大家解答所有的问题 还等什么 立刻加入我们 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的 付费群组 我们在群组里面等大家 谢谢大家